自从国际奥委会宣布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 可以以中立身份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以来 要求将他们禁赛的呼声越来越高 2月10日,在莫斯科东北部的一个室内跑道上 跨篮运动员谢尔盖·舒本科夫表示 他正在避免阅读有关俄罗斯奥运会的新闻 舒本科夫曾在2015年110米跨篮比赛中夺得世界冠军 他说,作为一名运动员,我将我的一生都献给了这项运动 并始终禁止尽责 现在有人告诉我,你是个好人,但我们不需要你 立陶宛体育部长2月10日表示 包括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35个国家 将要求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2024年奥运会 从而加大了对国际奥委会的压力 乌克兰及其盟友已经威胁说 如果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比赛 他们将抵制巴黎奥运会 舒本科夫作为世界田径协会选出的10名俄罗斯人之一 在没有俄罗斯国旗和国歌的情况下 参加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 该措施是对俄罗斯田径联合会制裁的一部分 当被问及无法未免奥运冠冠军的前景时 跳高运动员玛利亚·拉西茨肯说 心理上很艰难 所以我尽量保持训练 比赛和跳跃的状态 在这些中间尽量与包上 对我打开 躲开 选择 在这个地方 就会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方 这些地方 提供 老人 一路 已 我 已经 我的